第五位 還未上市就讓玩家們為之狂熱的 萊莎的煉金攻防 《長暗女王與秘密藏身處》 終於正式釋出劇情預告片囉 本作的舞台建立在一座大湖中的福島之上 故事敘述女主角萊莎 與夥伴一同前往了禁止出入的福島對岸冒險 在那裡她邂逅了煉金術的力量 並成功地利用這股力量擺脫了無聊的生活 但與此同時 某個危機正向他們的家鄉襲來 萊莎和夥伴們就此展開了一段 與過去截然不同 僅限驚嚇的冒險故事 影片也同時公開了採集地調和 以及採集地共享等全新的系統 在除外尋找素材時 還可以藉由調和 直接製作出新的採集地 藉此加快蒐集素材的效率 而且當你創造出一個理想的採集地時 甚至還可以分享採集地的代碼 讓其他玩家創造與你一模一樣的採集地 搭配上更加進化的戰鬥和調和系統 將能夠在本作中打造出全新的遊戲體驗 萊莎的煉金攻防 預計於今年9月26日正式上市 有興趣的玩家們見識不妨利用這些新系統 與其他煉金術師好好交流交流吧 有興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